先說一說人民幣 現在都很關心 現在市面都有一些人說 人民幣在這樣的美元窮死之下 會不會好像日元一樣去貶值呢? 你怎麼看呢? 美匯就不是強得很厲害的 如果你說比起10年前、20年前 那當然是了 但是近幾年其實都是一零幾 甚至一一零以上都試過 現在這個水平已經維持了一兩年兩三年都有了 我記憶中 所以就不說得特別強 那個原因就是 美金加息嘛 加到現在五厘多了 那你日元就不肯加了 大陸那個息口就兩厘鬆一點 那你跟美金息就有個差距 這個差距越闊的時候 貶值壓力就越大 是吧? 美日的息差成五厘 那當然就那個日元就這樣貶 那你現在美人的息差 就是美中的息差 其實就是 都有兩厘多的嘛 兩厘多三厘的水平 那變成了 這個息差主導之下 算數也算到是會貶值的 所以這個就不是一個特別的現象 純粹是息差解釋的會價 一個一個很簡單的學術現象而已 但是就由於中美的息差 和這個日美的息差 就是中美那個是窄一點的 所以那個人民幣免治壓力 就沒有日元那麼強的 但是呢 但是近來都看到他好像都有一路秉直的跡象 人家都估計 是不是北京他有意這樣做呢? 這樣會秉到什麼程度? 那當然是有意這樣做 因為人民幣一直都是他操控著的 他認好不認好 我們知道他是真的操控著的 那他就不介意承認這件事 日元也有關鍵的事 所以就是 但是就好像我這樣說 因為那個息差不是太過厲害 說說兩三厘 不至於這個壓力很大 那如果你看回譬如說 過去的一段貶值潮 其實在亞洲人民幣不算變得多的 就是有很多貨幣都變得比人民幣多的 日元那些多 印度那些多 就是這堆東西都變不少的 就是不計港幣 港幣是掛鉤的 就是by construction一定不會變的 但是其他會移動的那些貨幣呢 其實人民幣又不是算變得多的 就是走來走去都是七個多的 就是七個一二三四 就是這頭這些 就是我不會說是一個很大的幅度 那他現在那個友誼的主動是秉直的話 想達到什麼的效果和目的呢? 我想他不是說故意不故意 他當然有時候就扮到好像故意那樣 但是你的貨幣哪不哪些 有一些因素影響著 首先就是你有多少外匯回來 有些外匯回來就看出口出多少 因為其實他最主要回到美元的水路就是出口的 如果你說FDI啊熱錢那些其實相對少的 就是佔的比例很少的 就是零口而已 最大回到美元回到他體系的那條數就是出口 出口這個不是他控制住的 人家買不買的 人家買你就出口多了 人家不買你就少了 所以就是出口那裡是很被動的 變成你回到美元的那條數其實 其實他不是太容易控制得到的 這個是直接影響 你有多少美元回是直接影響著匯價的 第二樣就是資金流走 除了有多少美元回來 第二樣就是有多少美元流走 他可以截的 比如說外資要拿些錢走 那你就很難說不讓人走 除非你真的那些東西 唯一弱倒閉了 那你就大條道理說不要了 不見了 但是如果你使得正正當當的東西 人家要走你都要給的 所以那個有多少流走 有多少翻 這個就控制住那個大數 那還有就是 他的經濟會不會去到某些位置 有些問題 那如果有些問題 那有些煲爆的 有條數要填 那他又要填填填填數 可能引人之引得太多 那又變成壓力 那你剛才跟我講 貿易上帶動的資金流 本身金融漲的資金流 經濟發展的好壞 那這一堆因素 都會影響著那個匯價 那你現在究竟哪一樣東西有多重呢 就不容易在數據那裏 因為它動動不多 就是人民幣 over the time 你現在說7.1 2.3.4 那你動那麼少呢 你很難 用那麼少的動動 然後在數據上 拆出來 究竟是有多少比例 是哪一樣東西 還有你的數據 其中不是很長的 比如說過去兩三年的現象 兩三年 比如說 你貿易上都是可能20來的第一點 其實看不到的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就猜 可以斷猜 但是也有個原因 就是剛才所說的以外的因素 就是大圍那個美金 比如大圍的美金是趨升 那其他那些貨幣都會貶值 譬如你環顧整個亞洲 很多其他貨幣都在貶值 那它跟著貶值 都沒有東西的 如果聲稱說自己參考了籃子的貨幣 那你全部都會貶值 其實日圓、歐元等等 全部都會貶值 那它就跟著貶值 那你也沒有說不是 那這個也可能是一個原因 但是現在估計會不會好像一次性這樣變 好像2015年 或者好像1994年這樣 貶值得一半那麼多 會不會有這樣的可能性呢 如果它這樣做 然後就要違約 就是在美金那裡違約會很厲害 它可以的 但是你一旦這樣貶化 你的美金債突然間就 條數大了很多 因為你自己的貨幣貶值 那除非它已經去到一個位置 打算所有對外的那些美金債是不還的 那現在它還在說 它不僅僅說發美債 發債叫人買債 它還在說這些 如果你還想人買債的時候 它就不至於做這件事 但是當然它會不會有個想法就是 現在大規模發債 哄了這幫人來的時候 就一拋貶 那一拋貶是可以的 但是從此以後 那一刻開始有好一段長時間 你都不用再去發債 所以你看到就是那個後果 就是你是不是現在可以 叫做 騙騙騙騙地發一大筆債 是足以等你去 蓋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然後相當長一段時間之後 你都沒有資格 沒有條件再發債呢 我猜現在它的評估應該是不可以的 即是它沒有資格沒有條件說 靠一次割韭菜割完之後 就好一段時間不發債 即是你這樣一次貶值就是找笨 你可以的 你這樣大幅找笨 你好像九四那次 五個幾變到八個幾 你這樣找人笨 人家一定有牌都不會再跟你玩 所以他現在我想他計算那條數 他就不會做這樣 那慢慢貶這個可能性就高 但是慢慢貶呢 你又製造一個貶值的預期 即是個個都知道你慢慢貶的時候 那些錢就會提早走 他現在實際上就是慢慢貶 但是那個姿態上言論上 他就企圖告訴你他是穩定 他不是貶 那可能就不貶不貶去到差不多 突然間又抖一格 那樣抖一格 就是走樓梯那種模式 就機會比較大 即是你起碼在市場上 如果你保持著是一條斜線的貶 即是好像過去一段時間恆生指數那樣跌 你保持著在市場上 每個人都看到 每個人都看到 都不會相信你說的 但是如果你說有一段時間 你叫為維穩 一路線繩著回家 去到一段時間 蹲一二千點 蹲一蹲 然後又有一段時間橫行 這樣就反而會做到一個 起碼我有一段時間也要橫行 他講得通 講得過 所以其實就 他現在是傾向用這種策略 即是一個中短線來看起來是橫行 但是去到一段時間 他就會扁一扁 等一等,你预期会继续做这件事 嗯,所以都预期会变到一个程度,是不是意思? 迟了的事 是的,你继续,当然也看美金多强 经济一直差,有问题 譬如外面美金也说减息,美金也说减息 美金也说减息,他就有空间减了 现在美金可能减一两口,他就价格减多两口 减两三口,减多一点,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你减低一点的时候,那个息差就拉闊了 拉闊的话,贬值压力会大一点 但是,也有一些说,如果人民币不敢一次贬 刚才你提到他的债务的问题 以及经过资金外流,这两个是不是最大的阻力? 对他来说 呃,他不敢一次贬,他就考虑到整个经济问题有段时间 有段时间,在可见的一段时间 他继续发债 当你要继续发债,有这个考虑的时候 他就不敢一次贬值了 我想这个才是主要原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